這個網站是美國的 所謂institute of peace 和平的機構 看完標題後就不用看內文 因為標題還說是PhD的作者 發表在2023年6月8日 題目指 塔利班在阿富汗那邊 成功地禁止了鴉片的種植 對阿富汗人民和世界是一個壞事 這不是反對毒品的勝利 他會對經濟和人道立場 有一個負面影響 可能會引致一次 逃避戰爭 那些難民的危機 一句 塔利班成功地 好像在20000年到2001年 將阿富汗禁種鴉片 成功地造成 但他就提出 你千萬不要以為是好事 對全球反對的反毒下 但未必是好事 我不看下文 因為老實實 一開始已經把整篇文章的定調 拉錯方向 所以 都不需要看下文 但我想說幾個我的看法 在美國 現在是有一個毒品危機 這是事實 而今日美國的毒品危機的毒品 已經不再是鴉片 主要就是 泰尼芬 這個泰尼芬是一個合成毒品 那個影響 比起鴉片 是要利害很多很多倍 而在美國入侵阿富汗之後 這裏已經說到 美國入侵阿富汗之前 2000到2001年的時候 當時的執政 亦是今日的執政 塔利班 塔利班 成功地禁止了鴉片的種植 但很可惜 在美軍入侵了阿富汗之後 在美軍的控制之下 阿富汗再次大幅度種植鴉片 表面上鴉片 比起種小麥 種食物來說 當然收益 是大很多 無論是毒品 但要記住 實際上 去到農民手上的價值 可能很低 當然 種鴉片 在美國控制之下 最大部分的利益 是被美國和美軍 拿去 農民不是太多 今天 轉了一個 所謂經濟價值 低的糧食 鴉片 如果有限度種植 而是提供給藥物用途的話 的確是一個高效的 產品 因為鴉片是一個非常好的 止痛劑 但是 如果整個阿富汗 所產生出來的鴉片 只會流入毒品市場 不會很好的流入醫療效果之中 所以 把鴉片當作高產值的農作物 其實我覺得是錯 相反地 鴉片應該是考慮作成一個 是副產值的農作物 可能那些農夫 所收的 所謂的錢 稍為高一點 但是 無論是對阿富汗好 對全世界來說 都是一個負面影響 因為這是一個毒品 這個毒品 會導致很多人 第一 會繼續 要吸毒 在吸毒過程之中 為了要賺到錢 去滿足他這個吸毒 這樣的要求 就可以犯很多 人為的禍害 人禍 所以這是負面的 當然 反過來 如果阿富汗農民不種鴉片 他們的收藥如何 第一 種糧食 希望如果政府不是抽水太重的話 起碼可以自己 可以足夠果福 夠一年吃 這是口事 如果不夠的話 要想其他辦法 想其他辦法 並不是叫農民回去種鴉片 這絕對是一個 錯誤的方法 亦證明這個作者本身 完全是沒有腦 正確做法 政府 有效地補貼農民 使他們可以 生產到糧食出來 然後 慢慢將糧食價格 提高 使農民 可以通過辛勞 找到足夠的 生活所需 這就是阿富汗本身要重新 啟動的經濟 大家記不記得 美國政府 亦將 阿富汗各 銀行 放在美國的 按金 充公了 一半 用來賠償所謂的 911 受害家庭 我們知道911事件 跟阿富汗政府 或阿富汗人民 是絕對 零關係 是的 但是 拜登政權 就搶了阿富汗 在黑衣兜裏 拿飯吃 另一半 被他凍結了 本來你已經知道 阿富汗人民窮了 但是你繼續 在黑衣兜裏 搶飯吃 堅甲繼續 使到 阿富汗人民 沒有下生存 所以你說這些 說 禁中鴉片 對阿富汗不好 廢話 想想你政府自己 做了些什麼 我真是對 美國這些 所謂的PhD 是非常之反感 嗎 阿富汗 說